放开 专门推散 武连长 消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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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员桥洞 二十六岁 左腿肥骨下端 颈骨下端 左足聚骨三处粉碎性骨折 拇指指骨骨折 伴有足底内侧神经 肥腫神经 两处严重损伤 现在由骨科神经外科 组成联合治疗小组 当务治疾 马上实施手术 乔东到底怎么回事 我问过你一次 今天再问你一次 为什么把他赶出郭盖头 他那么谨慎的人 哪儿做错了 哪儿得罪你了 当初他执意要跟着你的时候 我就劝过他 你们郭盖头就是个三无 在郭盖头混不好 特宜营 也不会有任何位置 留在原地等着他 这次这事 除了旧人 他一定是心里憋着口气 他不想你看不上他 不想特意赢所有的人都看不上他 好 跟了你大半年了 你学会做英雄了 这下好了 把字纸摔进去了 是吗 哥俩呀 弟弟牺牲了 哥哥在出了事 你让我怎么跟他家里人交代 他是你郭盖头第一个兵 他平时对你那么好 你 你是眼瞎了吗 看不懂这个 林医生 老师 林医生 乔冻怎么样 三处粉碎性骨折 都进行了复位 大拇指骨折也不碍事 量出锻炼神经也减少了 只是肥总神经 寻常比较难治 能说简单点吗 三级长餐 病人马上推出来了 你们在病房里等他吧 我去病房等他了 我警告你不要跟着我 我警告你不要跟着我 你好好在这儿想想 没有他弟弟 你我能怎么好好活着吗 我怎么能怎么活着呢 长起 是你把乔冬赶住锅盖头的 是 为什么 你什么都不说 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也不需要别人知道你在想什么 可是张琪你知道我担心你吗 作为医生 我们面对生死 我以为自己永远都是理性冷静的 但是这两天 月里通知有特战团的军人受伤 我第一次见到少元我腿软了 我真的心里害怕了 看着乔冬躺在那 你知道我受心情吗 我既心疼他 我又害怕那天躺在那的人是你 如果是你的话 我可能连手术道都关注了 你是巧当的住这一场 你必须时刻保持冷静的 我求你 我求你 我求你求求求头 你一定要治好的 我是医生 这是我分内的事 张队长 你有什么想说的 你自己跟他说吧 他不想见我 他见到我的话 他只会更受刺激 张济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知道了 不想说 队长 我想问你一句话 一直以来你真的觉得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吗 小董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也不相信你是故意的 作为一名老特 我绝不会为了私人情感 在事关团队荣誉和利益面前选择背叛 我会的 我会的 我会的